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Ivy 的蘭捨蘭芬 今天要和這棵蝴蝶二診 看看它為何不開花 這棵花是我一個親戚 她去年春節買的,開花後 就剪到花梗前面那一節 剩下這棵花梗想很快會出刺花梗 但誰知道到現在都沒有動靜 所以她就叫我幫她看看是甚麼事 我們終於說望聞問切 看上去這棵花沒甚麼大問題 看上去都不錯 聞上去又不覺得有噎味,都算不錯 問怎樣淋水? 答,一個星期淋一次 用三粒冰溶化後的水量大概是四分之一杯 即是兩盎司 她說因為當時買的牌上寫著用三粒冰 她問過我蘭花可不可以用冰 我說當然不行,那麼冷 所以她就非常聰明 用水量量量,每星期淋兩盎司的水 問有沒有看過裡面的筋怎樣? 答案是從未把這個盆從套盆拿出來 於是我們兩個人 一個用的手拿著下面的套盆 一個人就把內盆從上面扯出來 兩個人合作很不容易才把這個盆拿出來 我剛剛一個人都可以拿出來 是因為我後來用小石放在裡面 浪高了這個內盆 也就是說這個內盆和外盆貼得很緊密 所以空氣一點都不流通 現在再看看這個盆 那些赤料和那個根在裡面 還是沏 rights 我只能將那個去內盆用剪刀剪掉 要不然根本不會拿出來 在未看到裡面的根前 我相信大家心中已經有數 那些根是如何 因為當我之前講的問答 你就已經知道這些根一定是不妥 蘭花是有生命的東西 怎可以不按季節,不分溫度 定時定後就給一定的水量 這樣是不可以的 再加上盆蓋著在裡面 你看那些植料又黑 那些筋又黑又爛 我這個親戚的家 夏天是熱,冬天是冷的 夏天熱的時候 它給這麼少的水量是沒問題的 OK,因為它被焗在裡面 蒸發得也很慢 但是到了冬天 那些水又蒸發不去,被焗在裡面 那種植物又不怎麼生長 就會撒爛根 那些水就越積越多 幸好它還沒有下肥 所以沒有醃得根這麼厲害 都不至於一陣噎味 但是一邊拆,一邊就已經感覺到水草濕淋淋 於是將全部的水草拆完之後 我就用手把水草裡面的水拿出來 用東西裝著它,看看它有多少水量 拿出來的水量 足夠它一個星期淋的水量 如果不再淋水,這些水在裡面 一個月這些水草都不會乾 裏面的筋就會被烤爛了 這些筋在水龍頭底下沖洗過之後 就是這樣 盆下面的筋就很差了 盆面上面的兩條筋還很漂亮 現在我就用一把消毒過的剪刀 來收根 像這裡這樣 根已經黑了 就在這個位置剪掉 不要了 這裡也是 這些都沒有用的了 這裡這一條,用手拔一下它 就脫出殼的那種 剩下中間一條線 這些都沒有用的了 把它拔走 這裡看到黑色的也是剪掉 這裡看到黑色的也是剪掉 這裡也是黑色的 爛了,剪掉 這些看上去已經爛成這樣 沒有用的了 就剪掉它 這裡也是 線成這樣 這裡是有些木材 有些外殼已經剪掉了 綁上一條線的地方 那條線都沒有用 把它剪掉了 這條呢 這條今天已經黑了 這條筋又看上去很老舊 沒有什麼可以摔走 如果不剪掉,就继续烂,就剪掉 这条也是很烂,就剪掉,不要要了 把所有烂的都剪掉 如果已经黑色烂,煤,那些根 你不剪掉的话,种下去就会吐起很多细菌 所以不要不舍得,应该剪的还是要剪 全部的根修剪过后,剩下就是这样 这些根也不太好,但由于不是太多根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这里有一条根不小心碰断了 不过看清楚,断口已经是黑色 所以也不太健康,不要紧 我又想特别说这里 这里已经好像烂了,但我都没有剪掉 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来是比较高位 在上面高位,比较容易干,不容易说到 而它下面那一节还是好的 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它的根不太多,我就会留着它来帮忙做事 还有这里不小心截断了 它的根不太多,我们都不要紧了,保留着它 接着来就是等它干根了 这些根干了一天之后,情况就是这样 看起来就不太健康了 看起来就不太健康了 不太好看,但都可以,它还可以做工 看一下那些剪口 这里的剪口已经干了 所以这些剪口是不需要做什么消毒处理的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剪口 检查一下,看它有没有继续烂 现在看上去,这些剪口基本上都已经收水了 看到吗?已经收口 所以OK的了,可以把它种下盘了 现在看一下,这盘花基本上只有上面有根,下面是没有了 再看一下这条花梗 这条花梗虽然很粗,但上面的牙点是很平的 所以它要出次花梗的希望是比较少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叶 上面这块叶是否比下面那块叶绿很多 很明显的 这边也是 越上面那块叶就越深绿色 而且一块叶一块比一块小 第二块叶几乎比第一块叶小一半 叶越来越小,证明这棵花是不够营养 叶这么深绿色,证明是光照不够 这两个原因都是导致它不开花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把它重新上盘 这些植料要预早一天准备好 这些木是浸到水一天,然后浸干了水 表面看上去是干,其实里面是很多水分 这个盆子在旁边打了很多洞 让它透气 这些水草已经浸湿了,然后拿干了水 所以是很干身的,但其实它还是淋的 那条花紧这么长,就很容易头重脚轻 所以我会在盆底放一些小石 然后再用一些水草 铺一点点水草在底 然后看看它有一条根是领备长出来的 这样就盆一盆它,屈回它上去 虽然这条根不太好,也要靠它帮忙做工 然后将整盆放到盆里,塞进去 将所有根尽量可以的,都将它塞进盆里 那些气根押出来,放不到的 也不要紧要,就让它留在外面 不要硬押,硬押它就会断的 那全部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基本上底是空的 那我们就开始将一些木 慢慢地放进去 先放一些木 放一些木,又放一些水草 将它均匀地分布在里面 将所有的孔孔黏,尽量都用植料阻拋它 将那些植料全部阻拋它 然后把它拿起 不会掉的,是要这样阻拋的 这样才不容易造成胸根 另外的这条花梗 如果是我自己就会把它剪掉 让它全心全意地掌根 但我親戚說想留著它,那就由它吧 今天產團的結果就是淋水方法不對,造成爛根 影響蘭花對水份和營養的吸收而不夠壯 另外就是光照不夠,這兩個就是造成它不開花的原因